西湖畔 斷橋邊 雷鋒塔下幾道碑風千古泉 神話故事 白蛇傳 林敬波講 茅山道士這場風波過去之後 不經不覺之間 時間已經來到深秋 白娘子的肚越來越見 但是兩夫妻始終因為 那次自從有了多少的嚴隙之後 那個許仙再也不肯回來 和白娘子同房了 白娘子原本是駝着她小孩 這時候正是要得到百般呵護 受到丈夫寵愛的時間 誰知現在慢慢 床邊都是空空如也 心歸寂寞 心真的覺得很淒酸 幸好還有個小青 時時陪自己聊天 但是長此以往 這對夫妻 自己怎麼可以繼續跟她做下去呢 只是想不到什麼辦法 怎麼才可以消解自己和許仙之間的矛盾的時候 這一日 許氏娘子呢 就過來探她了 許氏娘子自從上次跟小青聊過的辦法 知道現在 哦 什麼自己的弟弟已經過幾月 沒有跟白娘子同房了 哎呀 她的心始終都很擔心 但是平時這些事呢 就不要告訴丈夫 她的父子 也不好意思問個弟弟 畢竟大家都是女人 這樣就好聊幾句的 於是 臭臭取取之下 今天就終於決定 來找白娘子的茶探動靜了 白娘子見到大姑奶來到 雖然這個時候已經是粗身大小 但是還要起來是針茶款待的 許氏娘子一見就立刻說 哎呀 弟父 你現在 身子這樣的情形 做了這麼多事做什麼呀 哦 我都得閒無聊 唉 現在呢 個身子又這樣 所以都做不到針子了 唉 不過 大姑奶你來到 我怎麼能夠不奉禮針茶呢 唉 我都知道我這個弟弟啊 以前是怎樣的人啊 如果不是得你在後面幫忙 又幫他持住頭家 他哪有這麼逍遙自在呀 你呀 無論怎樣都好 女人有隻身體呢 你一定要疼好自己呀 什麼事都好 有什麼叫小青 或者叫我幫忙都行 千萬不要呢 慣親仆倒呀 哦 我知道的了 是的 嗯 弟父啊 有句說話呢 我思前想後 但是想起來 我為了你好 都是要問一下你的了 嗯 我聽小青話 唉 我的弟弟他 已經很久都不進來了 嗯 不知道為什麼 你兩夫妻之間 究竟為了什麼事 他這一陣子 都要和你分房呢 可不可以告訴我 讓我幫幫忙呀 白娘子一聽 唉 怎麼這麼眼圈一紅 哦 官人說 舖頭多東西做 已經搬出去兩個幾月 恐怕也因為天氣炎厭 再加上他不想打擾我 那才大家分開房睡 啊 唉 那當然不是啦 啊 如果天氣熱 就分房睡 那你坐下兩兩三日 都好回來一天 為下棲房嘛 啊 尤其你現在 啊 這樣的身子 更加進來照尿下 怎麼會說 這麼多天都不肯進來的呢 我想其中 就必有緣故的 平時我們看你呢 兩夫妻又這麼恩愛 為什麼 忽然間會這樣的呢 唉 弟父 你不妨老實說啦 如果有些什麼藝術了 我一定可以想辦法 和你化解的 唉 大姑奶 我一向都很遵從為妻之道的 我們兩夫妻 從來都沒有什麼藝術過的 既然是這樣 你們以前這麼恩愛 為什麼現在 居然面都不肯見 聊天都不多聊啊 你不要隱瞞我了 快點跟我說啦 白娘子見到人家再三追問 那不講個理由出來 似乎呢 就講不過去 但是一時之間 這些說話你怎麼講好呢 難道要告訴大姑奶 自己是蛇妖辯的 恐怕你弟弟呢 已經發現清楚底細 所以現在不肯進來和我同房了 老實說 老實說 是不是真的這樣的原因 白娘子都是靠古的 都沒有仔細明白 於是 她只要隨便作出的理由 就告訴大姑奶 唉 我 說出來 大姑奶 你 你不要說我 是呀 大家都是女人 我肯定明白你的想法 你放心 你只要講清楚了 我一定幫行你 如果是我弟弟不對 我就說他 如果大家有什麼誤會 我就想辦法 和你們處理他 唉 其實事情是這樣的 來 六月頭那時候 我因為感傷一下 於是呢 就是撿了幾劑藥 一時之間 精神氣血都復原不到 這樣 那時候 他想和我同房了 那又不是那麼方便的嘛 當時他就說 見我身體那麼虛弱 又要持住頭家 又要呢 現在顧著那個孩子 恐怕 煩心事多 就不能夠陪他 一聚夫妻之樂 所以呢 他就不如 娶多門妾侍回來 一來 他會多個人服侍 就不用整天來煩著我 二來 可以把他當成丫鬟 那樣洗 也可以幫輕一下我嘛 我 我當時就說 他說 我們家 現在剛剛 先開了一間店 生意呢 這個時候 也剛剛入了正軌 始終家帝都太薄了 取妾侍這件事 可不可以先緩緩呢 或者我說話之中 有些不太想他取妾侍的意思 誰知這樣就激怒了他 他馬上翻臉 拿上鋪蓋 就搬到前面 店鋪裡住 每天呢 都在那裡打地鋪 我都不知道多麼過意不去 幾次到外面請他回來 他怎麼都不理我 搞到兩夫妻現在形同默露 好 本來這件事 真是家醜不可外傳的 如果 如果不是 大姑娘你問起 我都不會把這件事稟告的 你 你千萬不要跟我丈夫說 如果不是 她又以為我在搬弄是非 打個操情 那時候 我們就 唉 許氏良子一聽就有點生氣了 什麼 啊 原來他為了這件這樣的事來生氣你啊 哎呀 真是氣死我了 這個許仙啊 我從小看得他大 他這個人呢 一向都是敦敦厚厚 甚至有點怕事那樣的 怎知現在 一朝得次 簡直的語無論痴 唉 你有了兩個錢 就忘記了以前忘記了 根本 嗯 她都不想想 當年她是什麼 紳斯蘿蔔皮呀 和人家呀 做一下年輕而已 做一下幫手而已嘛 如果不是有你 幫手操住頭家 又打本給她做生意 她哪有今時今日啊 哦 哦 現在日子好過了啦 又得兩個錢啊 就身癢了嘛 媚著良心啊 居然說這樣的說話 啊 這妻子現在和你駝住個小孩啊 她為我們許家開枝散葉 哦 這樣的時間都不忍得 說要娶多個妾氏來服侍她呀 哎呀 這個許仙啊 簡直太不像樣啦 哼 弟夫 你你不用擔心 這件事啊 我這個做家姐的一定要和你作主 豈有此 你們說 哎呀 等她今天回來呢 我叫她過去 我說 我鬧醒她才行 許仕良子那樣一火滾 哎呀 白娘子見到既感動時又有點擔心 她立刻說 哎呀 大姑奶啊 你千萬不要跟她說這番說話啊 如果不是 官人她就會說 是我在你面前搬弄是非 那時候她就更加不肯原諒我啦 哇 其實呢 大姑奶 我當日這樣說 一來 的確她心有多少不舒服 二來呢 也都其實想和她開玩笑而已 所謂出嫁從夫 如果她真的看對人 要娶多防妻子的 那 我讓她做大 我做小 又有什麼所謂呢 許仕良子聽她這樣說 她的心更加不舒服 也更加痛疼白娘子 哎呀 弟父 好像你這麼賢良熟德 那麼懂得大體的女仔 現在世間上有多少個啊 哦 為了碎她心願 你居然肯正失個位都讓出來 唉 你 你真是令人 令人感動 那個許仙啊 她不懂補 她不懂補啊 許仕良子的心更加不舒服 哎 我原本有心幫她 不要給她臭小子呢 啊 這麼容易就這麼花心 哦 我家裡一個這麼漂亮 這麼本事的妻子不搞 又要娶多個過來 到時候搞到家草木斃 那樣又什麼好呢 哎 哎 怎麼知道 我這個兄弟太沒良心 啊 一旦有了兩個錢 就忘了本 想不到 人家白娘子居然這麼會大體 為了碎她心願 寧願自己去做使 讓她新人做大 哎呀 好 白娘子呢 她是有容有貌 又有才幹 可以幫你把持住頭家 如果在外面 你找一個狐狸精回來 恐怕 真是敗家也有份啊 如果這頭家 白娘子不當的 我看你去先哪裡可以這麼舒服 許氏娘子很不睡 於是呢 就再三安慰白娘子 然後自己又回回家 想著呢 找個弟弟出來 問回他清楚明白了 只但他仔細想想 阿仙般呢 我自小看得他大的 他的脾性我怎麼會不知道啊 我這個弟弟呢 有時是耳朵軟一點 啊 這樣呢 就容易不一定拿得起主意 不過他的人是很老實 很守本分的 如果我是他呀 娶到這樣才貌相傳 一言良淑得的娘子 唉 又怎會說 這麼容易想著 另外娶多個才呢 何況之前看見他們多麼恩愛啊 怎會突然之間有個這樣的念頭 說要娶多個人回來呢 嗯 想來想去 似乎這條數都是不合計 肯定是另有原因的 好 讓我慢慢問清楚先 如果另有別情 他們兩夫妻是因為那些什麼事有爭執了啊 那最多我就做好和事佬 就是咯 這陣子呢 已經將近中秋了 好了 一於在那中秋佳節 我呢就準備一圍酒彩 請他們兩夫妻一齊來上院 到時當面勸下啦 那我相信我的弟弟怎麼都給我幾分面子 到時候等他們兩個人重修夠好 那豈不是好 於是過了幾天 將近就中秋了 許氏梁子呢 他都還算細心啊 先叫小青過來 然後呢 又叫後面自己派他幫忙的丫鬟收錦 等他問清楚這兩個人 究竟那兩夫妻為了什麼事 大家始終在這個婚房睡呢 小青聽到說 那大姑妻喊自己過去 他想到肯定就必有交際 即是跟白娘子說啦 白娘子仔細想想 明白了 於是他就如此如此 借搬借搬地 跟小青說了幾句 小青就咬頭 來到許氏梁子面前 許氏梁子果然劈頭就問他了 我有一句話想問問你 小青 你主人家兩夫妻 本來感情都很好的 但是端節那天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從此之後 我這個弟弟 就不肯入房 跟你家主人同床共沉呢 他兩個平時看上去都挺好的 又沒有什麼反面 反而呢 是白娘子為他做了這麼多事 我知道你一向都貼身服侍白娘子的 肯定會知道其中底細 所以我今天特地叫你過來 你有什麼都說清楚給我聽 小青早就跟白娘子商量好 怎麼應對 於是就說 唉 其實呢 一直以來 姐姐和上公之間都很恩愛 大家兩夫妻都沒試過喊撒的 恐怕 是不是現在 那間店舖裡生意好得太 再加上天氣熱 所以大家暫時分開一下 姐姐 沒理由的 就算生意怎麼好 天氣多熱都好 那你去得幾日都要回房來照顧一下 那麽 怎會說三個月都一直不入房呢 我問你了 小青 你究竟想不想她兩夫妻好回來才可以 為何要替她們隱瞞呢 小青沒辦法 照張白娘子說的 說她先想儲妾事的事情又說一次 不過她就說 姐姐那天呢 跟上公應該都是開開玩笑的 因為真的不想她娶妾事 所以 唉 我也不知道 為何最後會搞成這樣 許氏娘子再三盤問 都得不到自己真正想要的答案 但沒辦法 她就說 唉 怎樣都好 看來都是我的弟弟不對的 小青 你回去 叫白娘子過來 我有話要跟她商量 等白娘子過來 許氏娘子就說 我今晚請帝府過來 不是為甚麼事 就是你兩夫妻現在呢 唉 這樣的局面 我覺得都是我的弟弟不好 你雖然就不生氣她 但我怎樣都要 把這個道理跟她說清楚才行 黎仁 你跟我去請許相公回來 不好玩呢 唉 白娘子在這兒就行了 於是 許氏娘子的貼身丫鬟 秀琴領命而去 許氏這一排呢 你以為她自己不想回去 和自己的妻子很恩恩愛愛嗎 但一想到 唉呀 妻子是蛇精所變 又想起其他人說句話 唉呀 進去就命仔凍過水 自己呢 都在外面捱下才好了 她是怕死白娘子和小青會問起自己 為甚麼不肯入房的原因 所以她一直都想辦法要避開這件事 就不肯和白娘子打照面 但現在是個姐姐來請自己 那不去不行 於是就跟著丫鬟過來 一進去房間裡 咦 怎麼自己的娘子都坐在那裡 她嚇著一大跳 這個時候 許氏娘子坐在中間 左邊就是白娘子 右邊就是小青 唉呀 怎麼搞的呀 許氏見到白娘子 和小青都坐在那裡 知道他們兩個是蛇精來的 唉呀 如果他萬一這個時候 一句話說不對 他馬上露出本相 恐怕我兩姐弟要一起一命歸世 才是咯 許氏這個時候 腳有點震震的 轉身就想走 怎知許氏娘子 一早就見到他了 唉呀 兄弟 怎麼你進來都不坐下 還這麼急出去嗎 啊 是啊 是啊 我剛才走得太急了 一時間就想一件事 還有呢 有一隻話未了 我都沒餵飽他 我怕他餓了 所以我想回去看看 而已 哼 兄弟 你不要說我說你呀 喏 你也知道了 自從你小時候來到我家裡 一直以來 我這個造家姐 怎麼對你呀 唉 不過呢 你現在做出來的事 我真是覺得有偽對造衷之嫌 啊 你為什麼這麼沒男子氣 他這麼沒擔當的呢 唉 我呢 都不想再說你了 雖然你現在做開生意 但你記不記得以前呀 哈 你小時候 我這個造家姐的 怎麼送你上學 又怎麼教你讀四書五經 你知不知道 太學上面有句說話 可以人而不完了虎 難道你不記得這句說話嗎 哈 你這樣日日扔下老婆 唉 反而呢 還掛著那隻什麼話微鳥 你簡直毫無道理 還鳥輕人 你呀 真是個畜生黎呀 許先小時候父母相亡 如果不是只有這個姐姐 她怎麼可以大過得到呀 所以 雖然這個是自己的姐姐 但在感情上 她已經是當足十 她是自己的母親 現在一見到姐姐發怒 哪裡再敢拐強呀 是啊姐姐 我 你說我扔下嬌妻 唉 那你真是冤枉了我咯 那你既然不是嫌棄你的妻子 為什麼大家不坐在一圍桌吃飯呢 她先聽到真是不知怎算好 於是只好坐下來了 但是由始至終 她都是眼觀鼻鼻 被觀深 再不理外人的眼光了 就在這個時候 又聽到姐姐說 我說你呀 唉 仙冠 你簡直身在腹中 不知腹啊 娶多這麼賢良熟德的妻子 恐怕真是世上難求的咯 你不要管其他人說什麼說話 辜負了你的妻子才好啊 我…我怎麼會呢 各位 若之後事如何 下集再講 下集中 請你… 下集中 下集中 感谢观看